军演讲故事连枚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天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九百六十九集 你 你说什么 顾水头偏过来一点 想看清对方的样子 但是又不敢动作太大 替我办件事 我保证你弟弟的安全 你少在这里忽悠我 我弟弟现在在学校好好的 一个小时前 我还在跟他通话 我才不会上你的当 顾水一颗心乱的找不到头绪 逼自己冷静下来 先试探一下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在说谎 事实上 他根本没有跟自己弟弟联系 好 那就给你看一个东西 对方拿出手机 打开一段视频递给他看 视频上 一个大约十四五岁的男孩 被绑在了椅子上 嘴里塞着布 一直在椅子上拼命挣扎 求助的眼神 看着镜头 小勇 姐 姐 你快救我 姐 视频里 有人取下了男孩嘴里的布 男孩便对着镜头求救 小勇 顾水伸手想摸摸视频里的人 但是视频播放结束后 变成了黑屏 对方将手机拿了回去 顾水已经泣不成声 只要你帮我把路悠悠解决了 我保证你弟弟平安无事 顾水默地止住了哭泣 整个人僵在那许久 脑子里一片空白 给你两分钟时间 你弟弟的命 就掌握在你手中了 顾水眼眶里的泪还在打转 死死地咬着唇 才没让眼泪再掉下来 为什么要相信你会放了我弟弟 我跟你无冤无仇 没必要闹出人命 但如果你要敢耍什么花招的话 我也会让你弟弟死得很惨 顾水现在只希望能拖延时间 希望能想到更好的办法 你们不怕遭报应吗 就算我弟弟有什么不错的话 你们也是死路一条 你放心 我们要弄出人命 保证都是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你 少废话 你到底是干还是不干 老子没时间给你在这里浪费 而且 你多拖延一分钟 你弟弟就会多挨一鞭子 顾水胸口一紧 想到那鞭子一下下抽打在弟弟白白胖胖的身上 比抽打在他心上还要让他疼 他不敢耽误 你们要我怎么做 给你半小时 解决了鲁悠悠 你简直就是做梦 不是鲁悠悠身边二十四小时有人守着 就算是没有人 我也得找个时机进去 我还得保证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我现在手里还没有药 你给的时间 我帮不到 顾水态度坚决 现在是争取时间的时候 他只能尽可能地拖延时间 对方也不是吃素的 咬着牙说道 臭娘们 你少给我装酸 你们医院会没有弄死人的药 你是陆悠悠的指定护士 想进去很简单 找个借口 做个检查就能搞定的事 你要是敢跟我耍花招 我不仅弄死你弟弟 还要弄死你全家 我刚刚才进去检查过 所以 至少要再等半个小时才能进去检查 你给我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之内 我保证完成任务 你是不是想跟我玩什么花招啊 我弟弟还在你手里 你觉得我能玩什么花招 知道最好 也不要妄想找人求助 你这里的电话 已经全部被监听了 包括你的手机 把这个带上 我们可以随时监控你的行踪 包括你说话做事 一个眼神 一个举动 我们全部都能监控到 所以 你还是趁早死了耍花招的念头 如果你敢把这个拿出来 你弟弟 立马去见阎王 你们最好说话算话 放心 保证算数 现在开始计时 我会在暗处时刻关注你的行动呢 背脊上的匕首抽离的那一瞬 顾水整个人顺着桌子瘫软了下去 跌坐在了地上 大脑空白了好一会儿 才又回过神来 头上的汗珠顺着脸颊低下来 他抬手用袖子擦掉 扶着桌子站起来 将狼狈的自己收拾了一下 从护士室出来的时候 他精神还有点恍惚 脸色更是难看 满脑子都是路悠悠清甜好听的声音 爽朗的笑容 单纯的眼神 可是 眼前又总是出现 弟弟那无助又恐惧的眼神 那一声声姐姐叫着他 哀求他救他 一颗脑袋像是要爆炸似的 疼得厉害 耳边是催促 提醒 警告 他都要疯了 可是 他又不能 他的亲人还在等着他救赎 对 他不能就这样倒下 也不能妥协 无形中 还有一双眼睛在看着他 他不能惹怒那些人 他要冷静 顾水逼自己冷静下来 然后从护士室里 找了一些瓶瓶罐罐的药出来 假装在对药 然后满脑子都在想 到底要怎么做 才能保证弟弟的安全 然后 也不让陆悠悠出事呢 到底该怎么做 怎么办呢 顾泽睡了一觉醒来后 怎么也睡不着了 在床上翻来覆去半小时 还是睡不着 他觉得睡不着 也是一种折磨 所以就不折磨自己了 把机会让给别人 顾泽过来的时候 老远就看到顾水 站在护士台里 不过 仔细一看 怎么觉得这小妞 有点不对劲呢 不会是 已经困到发呆了吧 可问题是 他不是睡到晚上六点吗 这才五个小时 就又困了 幸好自己过来换他 这要是让他挨到早上 还不得直接变成傻子 睡着了 顾泽知道他胆小 走过来的时候 就跟他说话 免得吓到他 然而 顾水就好像 什么都听不到一样 一点反应都没有 顾泽一震 这小妞 还真是不对劲 他歪着脑袋 凑到顾水面前 喂 睡着了 顾水这才猛然回过神来 像是被吓到了 眼底满是惧怕 似乎看到是顾泽 他才松了口气 你没事吧 吃饿了 词 请不吓